这天的世贸展示着各种照明科技 而展场里有一个展区特别吸睛 这里摆放了许多盆栽 十分神移盎然 令人不自觉将脚步移往一坛就近 到底照明设备与植物有何关系 这里是由全国高科技企业发展 LED专委会专家委员丁宪志顾问 所带领的年轻团队 预感农产终将趋向室内化 于是希望利用LED的特性 为植物制造所需要的光条件 为农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 以植物的需要的什么光的出发点去抢 因为植物需要 每种不同的植物需要不同的光 所以我们需要想说 用COB的方式去做它的混光 去做它的配光 研发团队不间断地挑战各种封装 及光电特性的极限 并且首创COB LED混光技术 企图捕捉光的灵魂 来提供各种植物不同的光火需求 这研发里面当然在封装里面 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要精准地去控制平谱 精准地去配合我们农业界 它所要的达到植物表面的一个光能量 人眼要觉得舒适 植物要觉得有功能 我们太极光才会以这样的产品来问世 许多民众布置居家环境时 会种植花卉书果 却错用红蓝配比 或白光拼凑的植物灯 如此培育出来的蔬菜 多半无香无味 但我们这边的COB里面 我们不只是红色与蓝色的一个搭配 我们是进行的可能红色绿色 蓝色黄色或者是橘色 或者还有一些UV段的一个部分 来做一个混光 达到可能有些植物 可能它也需要有植外光线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都做精准的控制 研发团队的COB LED混光技术 可依据各种植物的需求 精准控制 奇光颇长 能量与光谱分布 帮助植物的快速及健康生长 经过多数人品尝及客户回馈所证实 它们的LED植物光源 所培育出来的蔬菜确实不同 可能会比太阳光下生长的状况更快 而且我们主要要追求的是尽量让它的口感 而且它的成分不做任何的改变 然后做出真正对世界 对台湾有好好的贡献的一个产品 研发团队致力于研发各式光源及模组 提发养LED的各项优点 让LED不只可以运用在植物栽培 同时也可以用在生态培育 甚至医疗保健等多项功能性照明 对于研发团队而言 一个小小的LED封装光源 足以带领台湾享誉国际 煤草养殖的部分 也是跟植物 植物跟我们的行光合作用 还有这些成分的制造非常类似 所以当然这样的混光技术 可以运用在生态养殖的部分 台湾发展LED产业已遇30多年 虽然因没有技术专利 而始终次聚他国 有近一次 研发团队在研发的同时 也积极地升起寻求的专利 我们也一直会朝向 这智慧财产权的这个部分去发展 我们保护我们台湾自身的权利 也保护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取得一个领先的地位 也帮助台湾在这个农业 食物造明或生态养殖部分 或后面的特殊造明 能够替台湾创造一些奇迹 让这些农民或者是一些 在农业部分的话 可以更进一步地跨出我们的台湾 走进全世界 为了回馈客户的爱戴 研发团队的脚步 丝毫不敢放缓 COB LED魂光模组的 相关产品日行月异 如今已使用 一体成型封装技术 不需经过SMT加工制程 提高了客户的方便性 并同时降低耗损的风险成本 此外 他们设计多种角度 二次光学透镜 提供客户多样的选择搭配 LED产品是政府推动的绿色能源产业 而公司如此不遗余力地研发完美的LED产品 起初中便是希望呼应 简能减碳或地球磁衣全球一体 研发以人及环境为主的技术产品 为什么会定义为它会绿色的年软 因为我们最直接的 跟植物它就是一个绿色的 当然这是很肤浅 可是它应用在这个地方 它不只省电 而且可以在你的屋内种植 或者你的温室补光的种植 让你植物长得更好 比太阳更稳定 节能的真谛应该是让一样东西 同时具备多多年纪 低限制顾问所带领的研发团队 让我们看到了 架子不只是架子 墙不只是墙 一盏灯不只帮助植物生长 也可以帮助我们阅读 科技的目的不就是方便生活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